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有创意的你喜欢哪个时代 然后三个人我 我自己选出来 四个人是用电脑的 这个系统去抽 然后我已经选了好两我想选的 留言 因为我已经看完100个留言 其实有一个 他一留言的时候 一看我就觉得 这个人应该是我要选的 然后那个人就是 Wenly Dick Wenly Dick 他的名字叫Wenly Dick 我会有那个照片在旁边 Wenly Dick 他留言 我最喜欢的Pokemon的时代是初代黄版 因为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Pokemon的版本 也是当年我在NTV7 追看的Pokemon动画的版本 黄版的Pokemon也是 我的Gameboy里第一个游戏最耐玩的 然后当时偷偷带去学校 躲进厕所 和朋友对战交换Pokemon 他很有心 他童年就已经把Pokemon带去学校 然后躲在厕所玩 而且他没有中 学校的人没收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很棒 然后我决定我给他 然后恭喜你Wenly Dick 然后你赢了 五包SM9的史卡 一样 你们把你们的地址跟 资料去 发去我的那个粉丝专业 然后我会 把你们的地址跟资料 我会Postage去你们的家 所以先讲 如果是在KL以外的地方 我会做Postage 如果你们是在KL的话 麻烦你们可以去 Silly Battalion的Gaia Shot 里面跟我拿 对 所以KL区的朋友 你们可以到店里面跟我拿 记得哦 然后 恭喜你第一个朋友 然后第二个朋友 我就决定给了这个 Lucas Cole 其实太多留言 我都很想给 但是我的奖品有限 所以我会 选就是 我自己觉得 比较好的 然后去给 但是我选的只有三个嘛 所以其他的不用担心 你们还是可以 电脑抽奖 如果电脑抽奖 重复到他们的话 我会再抽 第二位我会给 Lucas Cole Lucas Cole Lucas Cole的就是 他最喜欢的是 Ditchi Tai 然后 Aside and Moon 然后他喜欢 Geraora Geraora SM最后一只的Pokemon 然后 在animate里面 他很帅气的登场 然后 我觉得他有创意的就是 Pokemon卡牌游戏 去电脑狱组 给SM9飞包的时候 他中到Geraora 然后当时的Geraora 45块 对当时的Geraora 真的是很便宜 但是现在要85块 持电我觉得 还是会起家 因为大家有看到 那个SM11的那个 雷球出来了 对 然后 希望我能继续推广 开更多的 开箱影片 所以 恭喜你 喜欢Geraora的 Lucas Cole 你得到我的五包 五包 五包的那个 呃 什么 SM90卡 所以记得 呃 去我的粉丝专业联络我 然后 第三位 就是我的 呃 我们的SAK SAK SAK 他最喜欢的是第四代 然后因为 他第一次买游戏入坑的时候 就是MDS 然后觉得很棒 然后一三家都很难做出选择 然后每个都很帅 然后 看那个动漫就是小智 他有一个好像小火龙的那个 呃 猴子他被遗弃 然后跟着他长大 这样子 然后 看到 那个猴子 打架的时候 热血沸腾 然后 从100订阅看到 现在我 600订阅 所以 这个人很好 对 他从以前跟到我现在 但是 我知道其实也有很多的 那个 呃 观众抽以前都看到我现在 但是 还是要做决定 就是 我选择给了他 就是 呃 SAK 恭喜你拿到五包的 那个 SM90卡 对 所以记得去我的粉丝团留言哦 然后 现在我们就抽 剩下的四位 来吧 来吧 第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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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绘利 又是为我们抽到卡绘利 最喜欢的是第二代 然后当年你哥哥 买了一架gameboy 然后金银版 不小心暴露的年龄 没有很老 其实我也很老 所以我们 喜欢pokemon没有 没有 没有关系到年龄的 所以都可以 然后除了通关16个gym 中央不了的就是 Ryco水棍跟Andy在塔烧死 很好 你这个人很好 你这个人 你这个人 你这个留言很好 恭喜你打到 呃 五包的卡包 第四位 然后记得 呃 留言 在我的 不是六眼 去我的那个粉丝专业 呃 幸喜我 所以恭喜你 所以这个是第四位 来我们第五位 第五位 这些人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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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 花费于PTCG 这个人 对 这个人还对 呃 就是 卡牌游戏很有爱 Erik Tan 恭喜你 第五位 那个 幸运者 第五位 记得Erik Tan 去我那边跟我拿 Erik Tan 然后 第六位 对 来 Sean Peng Gen3 Market 本来一开始的时候 喜欢Torchic的 直到玩到Gameboy Pokemon Amulets的时候 选错 将就就错的完 渐渐的发现 Swanpert很强很帅 然后 买了漫画回来看 就更加喜欢 变成了最喜欢的Pokemon Until Now Swanpert GX 对 Sean 恭喜你 拿到我们的五包卡包 然后 第六位 你是 所以记得去我的粉丝团 专业 呃 幸喜我 最后一位 其实抽不到的朋友你们不用伤心 就是 我知道你们很用心的去留言 呃 你们抽不到的话 没有关系 我一千订阅的时候 我还是会再送 而且会 送两盒 对 所以一千订阅的时候 期待一下 我会送两盒 所以送两盒的时候 一样 一样是五包 那时候应该是SM10 所以那时候 呃 大家可以 呃 更多的机会去 去 去拿到 而且 SM10的时候 我不单只会送 私卡 我也会送online版的 所以大家都会有机会 你们只要一直 留意住我的那个 频道 你们都会一直有机会 所以记得 哦 Champagne恭喜你 记得去 去粉丝专业 信息我 哼 最后一位 Ricky Gwag Ricky Gwag 我最喜欢的Pokemon 的时代是第一代 因为第一代的Pokemon 是 最有代表作 无论男女老少 大家都对第一代的Pokemon 都不莫省 因为90后的童年回忆 因为大爱第一代 15年后回归 Pokemon TCG 只不过TCG 也因为Pokemon GO Pokemon和Let's GO 我都有参与 种种因素对Pokemon的热爱 希望大家一起参加 Pokemon这个群组 大家对Pokemon的交流 很好 这个 就是亏你这么 对Pokemon有爱 所以你得到这个 无报的卡包 RickyGwag 所以恭喜你 是我们最后一位得到的 所以 去我的粉丝专业留言 去我的粉丝专业 信息我 你的资料 我在 索取你的卡包 所以 生下的朋友们 就是对不起 没有抽到你们 但是很感谢你们的留言 你们的支持 所以 没有关系 你们还是会有机会 SM10的时候 我还是会有抽奖 1000的时候 我还是会有抽奖 所以 继续支持我 所以 影片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 记得按赞 分享 留言 订阅 打开小铃铛 所以感谢你们的支持 没有抽到的 不要气馁 还是会有机会的将来 拜拜啦